大北捷運文湖縣的安全問題 從8月2號開始 來進行鋼購塗裝工程 施工的現場 噴漆的粉塵瀰漫 而且湊氣是刺鼻難聞 離譜的是在五六公尺高的鋼購 來進行噴漆的施工工人 我們看到他除了是穿著反觀的背心 並沒有任何保護的措施 而這些畫面是被剛好路過的議員 給拍了下來 工人在捷運文湖縣的鋼購上 沒戴口罩 安全帽 也沒洗安全帶 在簡陋的升降梯上 噴灑油漆叫人捏把冷汗 離譜的是油漆噴青滿天飛 下方就是附近南路和南京東路的快車道上 人來人往 車水馬龍 8月2號晚上11點多 廠商噴塗油漆施工的第一天 路過的議員就拿下手機 全部拍攝下來 升降本身沒有任何其他的安全帶 或其他的安全設施 萬一不小心在施工過程當中 跌落是很容易發生意外的 初步看起來是有違法的 那我們會發函請事業單位 到我們老檢處來做說明 那據我了解那一天確實是 對於臨近的車子是有做覆蓋的 我在現場並沒有看到任何車子 有覆蓋任何的反覆或其他的東西 第二個 如果你都知道要要求 臨庭的車輛要做反覆的覆蓋 以做一些隔絕的話 那難道行進 那邊的車輛就是活該嗎 這個案子現在已經要求廠商先停工 捷運噴漆工程施工早就不是第一次 工程單位卻異高人膽大 整個工程全部不設防 不只工人發生意外後果不堪設想 施工時有氣味瀰漫 本城四處飛 行車和行人不知道要忍氣吞聲到什麼時候 零日新聞 1100 致鵬 台北報導